欢迎收听大安纪时 我是吕鹏 2011年4月24号下午2点左右 宁河县彪口村的老鱼啊 跟往常一样啊 到高速公路立交桥底下 砸网的那儿 去骑网捕鱼 可这回捕上来的 不是肉质鲜美的鱼虾螃蟹啊 而是一具穿着红衣服的尸体 经过调查 死者叫小爱 40岁 头部多处发现伤情 颈部有勒痕 体内有精液 窒息而死 初步判断 死亡时间在48小时以内 是他杀 警察呀 就找来了他的老公金宝 询问过后 发现金宝和妻子小爱 最近七天呢 都没有发生过性关系 所以这就代表 小爱体内的经验 那不是金宝的 当然这一化验 确实也不是啊 这就让案情 更加扑朔迷离了 警察询问过后 这才得知 金宝也向警方坦白说 小爱有过婚外情 难道小爱的死 是因为金宝发现他出轨了 最后痛下杀手吗 小爱啊 跟金宝最初啊 在四合庄 卖大锅菜 跟他们店紧挨着的 是从山西来的老两口 卖烧饼 他们呢 还带着一个儿子 这户人家啊 姓皮 这小伙子呢 叫皮小虎 二十来岁 人长得挺帅气 渐渐的呀 金宝就发现 皮小虎和妻子小爱 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就打了皮小虎一顿 皮小虎呢 也在那痛哭流涕的求饶 金宝看在他 还是个年轻人的份上 也就不再追究了 为了断绝小爱 和皮小虎的联系 金宝和小爱 就搬到了唐姑谋生 开了米线店 金宝呢 很勤劳 生意红火 生活呀 越来越好 在天津唐姑呢 也买了房子 买了车了 小爱呀 这也成了小富婆了 没事就上网聊天 后来 金宝发现小爱 经常和一个网名 叫放手找自尊的人联系 经过警方查询 这个放手找自尊 就是小爱的情人 皮小虎 原来啊 小爱舍不得皮小虎 毕竟又年轻又帅啊 为了留住皮小虎 暗中对皮小虎 许下了很多好处和承诺 只要你跟我在一起睡 什么好处我都给你 爱慕虚荣的皮小虎啊 见利妄逸 也见色妄逸啊 因此一直和小爱保持着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虽然俩人很长时间没见面 但小爱该给皮小虎的好处一点也没少 衣服裤子鞋子 这些皮小虎都乐呵呵的收下了 甚至时不时的还张嘴向小爱要点零花钱 小爱呢 也都给他了 在这期间呢 皮小虎回了陕西老家 跟一个女孩结了婚 皮小虎呢 本来就让小爱给养惯了 自己又懒惰啊 所以这俩人的生活呢 过得很艰难 这又多了一个人要养啊 皮小虎越来越频繁的向小爱要钱 要的也越来越多 小爱一开始啊 认为是皮小虎年轻 任性了一点 哄哄也就过去了 但是没想到他会越来越过分 这让小爱第一次警惕 他不再轻易的给皮小虎钱了 断了小爱这条金钱来路 皮小虎的日子变得也更艰难了 但皮小虎还是不服气啊 一冲动就来到了唐姑 找到了小爱 小爱刚一看见皮小虎都愣住了 皮小虎 你怎么在这儿 小爱啊 看着皮小虎 虽然长了点胡子 但还是那么帅 帅气不减当年呢 小爱在心里边还说呢 真是想不到 我小爱 有这么帅的情人 皮小虎呢 跟小爱就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 想你了 说着 上去张开双臂 就抱住了小爱 皮小虎这臂膀 那是年轻力壮啊 用力的抱着小爱 这让四十岁的小爱 再一次感受到了 有力的热烈的年轻气息 这是老公金宝给不了他的 皮小虎的这个拥抱啊 轻松的就让小爱忘记了之前的猜疑 小爱呢 就跟皮小虎说 我老公新买了汽车 走 开车带你转转 说着 俩人就上了车了 开着开着 小爱啊 就找了一个人少的地方 停下车来 俩人开始叙旧 聊着聊着 这皮小虎呢 就开始抚摸小爱 小爱也开始抚摸他 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呀 这小爱 他是受不了这种诱惑的 就这么着 俩人在车上发生了关系 皮小虎 办完事之后 搂着小爱就跟他说 我最近缺钱 给我一笔钱吧 你干嘛了 为什么总跟我要钱呢 你不会是赌博了吧 这窟窿 我可填不了啊 小爱呢 推开了皮小虎 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你想什么呢 当然不是了 我就是要点钱 你不会这点钱 都不给我吧 小爱犹豫了一会儿说 我不能给你啊 你最近要的太多了 这么下去 会被我老公发现的 听小爱拒绝他了 皮小虎是既委屈又愤怒啊 我不惜从山西大老远跑过来 我还把自己亲自送上门来 你以为我愿意跟你发生关系啊 我跟你这么个老女人发生关系 我什么也没捞着 我亏了我呀 皮小虎是越想越觉得不值 这时候他的情绪就失控了 大声的嚷嚷了起来 你给不给 给不给 一边嚷嚷着 一边就掐住了小爱的脖子 我辛辛苦苦主动的给你送上门 你以为我愿意啊 皮小虎越来越用力了 小爱不停的挣扎着 他的脸早就憋得通红了 但他的情人 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不一会儿 车里安静了 皮小虎生生的把小爱掐死了 皮小虎杀了人 开始害怕了 带着小爱的尸体 漫无目的的瞎开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河边 河边呢 刚好停了一辆车 他就想办法把小爱 拖到了驾驶位上 系好了安全带 伪造成开车失误 然后把车就推进了河里 逃命的时候啊 皮小虎还开着那辆 小爱老公新买的车 皮小虎一看 嘿 这车是最新的飞碟排汽车 值不少钱呢 各位您一听 可能会愣一下神啊 如果不是跟我似的 对汽车极其感兴趣的朋友 可能听到这名字 都会感觉有点懵啊 飞碟排已经好多年见不着了 当时啊 是一个国产汽车品牌 那么它的车型呢 是模仿丰田特别早期的一款 Rawful啊 这算什么呀 这算拿皮尺量出来的 逆向研发的一款车 曾经在当年卖的也还算不错啊 咱们再说回皮小虎 皮小虎这是虚荣到家了 连逃命的时候都没忘了钱呢 可就是因为这辆车 警方在他还没开出唐姑的时候 可就抓住他了 最终皮小虎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起案子呀 就给大伙讲完了 大家呢 多多订阅 多多转发 多多多转发